这一句佛号 有多大的人 那我们在这一评经里头看到了 奢奉佛赞 你想这个意思 奢奉一切祝福 赞叹阿弥陀佛 赞叹阿弥陀佛 度化众生的方法 无上的巧妙 无上的真实 他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从祝福赞叹就知道 这一句佛号可不得了啊 世出世间一切善法了 到这年来啊都下去了 至高无上的大善 究竟圆满的大善 我们遇到了 不知道不会念 分分秒秒还让他空苦 真正懂得明了了 我们常说分秒必正 我这一秒钟 想念一句佛号 决定不能把这个忘掉 不能把这个放下 这是大善 究竟圆满善 没有任何善 跟他相比 拿世出世间 所有一切善 跟这一句名号相比 也比不上 所以我说不认识 祝福也说 男性之法 男性之法是至善 男性之法很容易得到 我们为什么不敢 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对这佛号功德 真的不知道 这个不是假的 虽然修净土 修了几十年了 功夫不得力 没有感应 什么原因呢 对名号功德 有怀疑 跟世间小善一比 有那个小善重要 马上看见 阿弥陀佛这个善 没看见 忙着去搞小善 大善丢掉了 大善丢掉了 我说不过 我把这些东西看起来